经病案引发外界认为说他们是不是内控失灵了 其实我们带您关注在2012年当时劳动基金就有不良记录 因为其实一直都是委外带操的 不过当时这个不肖经理人利用这个带操的机会坑杀基金 加上仔细发现了 今年虽然三月初遇到了这个股债低点 不过今年一整年呢 其实台股甚至你投资队的标例 投资报酬率都很高 但仔细看看了 劳动基金报酬率非常非常低 算到今年的整体收益竟然只有0.05% 如果您是来操作台湾0050或是台积电 投资率基本上都会超过10% 进入劳动部网页查查劳动基金细效 发现截至今年9月底 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只有0.05% 底下的新智劳退基金更惨 几乎每月都是复数 不止劳动部自家员工有不良记录 劳动基金委外带操也状况连连 早在2012年就有投信业者 无轨搬运当年爆发的赢政案 不孝经理人利用代操机会坑杀基金 这回内部管控又失灵 让投资达人直言 投报率低到不如自己操作 光是放在银行都赢过这个绩效啦 那更不要提说 以现在的状态来说 是一个不是创新高 然后整个全球资产都在膨胀的时代 然后竟然还可以贬值 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就以投资台湾50 还有台积电来举例 以月薪5万上班族来看 每月提拨6%等于3000元 抓出每月平均收盘价格 分别从今年1月算到9月 台湾50投报率达到12.61% 台积电更高来到26.86% 再拿出新制 劳退基金绩效比对 一样都是累积到今年9月 投报率却是负的0.38% 当然 但因为到9月还亏 真的是不得了 这个不论你怎么丢 你每个月固定丢 你也应该赢过这个数字 虽然劳动基金资产配置 有一定比例 只是绩效落后 又涉嫌炒股 恐怕已经让民众失去信心 谢谢张学 台北报道